世间佛陀的独生奔回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华音经里面 入法界品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善知识们 那之前已经介绍的十三位善知识 那这一次要介绍第十四位 那第十四位就是由第十三位的巨主婆罗仪 那么他教导善才童子 菩萨无尽福德障解脱法门之后呢 那么又介绍他在往南继续去掺学 那么巨主婆罗仪呢 他就告诉善才童子呢 要往南到一个海铸大城 那么去 海铸大城是巨主婆罗仪的 那么他告诉善才童子呢 要往南要到一个大兴城 那么这个大兴城呢 有一位明治居士那里去掺学 所以在佛法里面呢 善才童子呢 可以说代表的一个佛教的学习的精神 是一个精进 然后呢就是年轻人发菩提心 那么广学菩萨道 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离开了巨主婆罗仪以后呢 他就继续再往南 那到了大兴城去寻访 明治居士 所以在之前的巨主婆罗仪 是女众的佛教的修行者 那么他所介绍的是明治居士呢 就是南重的 那么善才童子呢 他就在路上呢 他心里就是为了要去求访善之士呢 所以心里呢就是存着这种感恩的心 然后向往善之士的这种渴望的心 那么心心念念呢都是想要能够求到善之士的这种教导 所以他心里特别的这种对善之士的向往 所以在佛法里面呢 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善之士的提息 那善之士呢 一般可以说有分几种 那有这种大善之士 就等于是佛菩萨 那么是我们学佛的学习的终极的对象 那我们静的善之士呢 就是我们的师长 他是自己的这种学习佛法的经验 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那另外呢又有同行的善之士 同行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呢 我们一般说有同参道友啦 那么可以互相鼓励 那么最主要的是大家呢都是向佛法的这种肯切的心 那这样才不会说 那我们大家一起同参道友 那变成是大家会造成放逸啦 或是不好的影响 那是要有好的影响才叫做善之士 那另外也还有这种善之士 也叫做护法善之士 就是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呢 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排除困难啊障碍啊 所以是当作护法的 所以这个也是善之士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学佛的顺真上的善之士 那反过来说呢 我们说如果有碰到呢不是善之士的话 那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呢 我们也会把它变成是一个逆真上的善之士 那就是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转变了我们的心态啦 那所以对于我们的这种 遇到的困难啊 这一些的这种 本来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 在学佛的这样的真上上面啊 真的是提供我们的佛法 可是呢 因为这种障碍呢 就表示是真正的在磨练我们啊 所以我们用真正的学佛的态度的时候呢 就变成说在这个障碍里面 我们就学习了怎么样忍辱 然后怎么样子真正能够用智慧因缘观察 来看待这样的障碍 所以我们的心呢 就不会对这种障碍产生成称恨心啊 那么这种怨恨啊 或是种种的报复的心啊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因为这样子的障碍呢 反而增长了我们的这种 真正的安定的力量 所以就变成是逆真上的善之士 所以从善才童子呢 他要参学善之士 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呢 是真正是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 修学菩萨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那变成呢 是基本上我们学佛的学习的这种精神 他的精神精进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那从他所参学的这些善之士呢 可以说都是华音经里面呢 叫做陆法戒品 那已经都是大菩萨了 那这些的大菩萨呢 他们都有非常的这种大的能力 可以度化众生了 所以等于是在这个善才童子的参学的善之士的过程呢 我们也大开眼界 我们也看了更多的我们一般所熟悉的佛菩萨的 这一些的范围里面还更增加的这种宽阔的这种对象 那可以说一般我们说在佛经里面呢 华音经就是代表佛菩萨的这种富贵 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说不学华言呢就不知道佛的富贵 那也表示说因为里面呢这种层层无尽的这种境界呢 那么在善才童子他所参的善之士里面呢 我们也是一位一位他的境界呢 都让我们看到这种菩萨的这种悲愿 他们要度化众生的随着他自己的这种修学 那么每一位都展现这种特殊的这种度生的特殊的方法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算是从里面去学习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要介绍呢就是第十四 善才童子所在进一步要去参学的大星城的明治居士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每一次离开一位善之士到下一位善之士之间 那么他在寻访的过程呢 他一方面就是意念上一位教导他的这种法门 然后呢他一方面感恩善之士的这种恩德 然后呢就是他自己的心呢都是专注在这样子寻求善之士的这样的一种 安定的这种专注之中呢 所以呢他就在往南呢就到了大星城 那么他就看到这位明治居士啊 他就在这个大星城里面 那么经典里面呢就说四渠道 那四渠道呢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语言呢就是说十字路口 因为四渠道就是有四条道路 那四条道路实际上是两条的这种交叉的地方这样 那么他在这个十字路口啊 那么就有一个七宝台上在说法这样 那在这个十字路口呢 当然在古代呢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交通吧 不过呢他是代表的就是人众最多的地方 那所以要说法呢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听 所以呢就在最多人最热闹的地方 那么就摆设一个七宝台 就是有七种的这种珍宝来布置的这个座 那么在这个座里面呢 当然是有很多的这种微妙的这种装饰品 那么譬如他的这个座的本身呢 是清净摩尼珠宝所做的 然后呢他的这个座椅呢 就是有这个好像是金刚帝 那么的这种装饰品 然后呢就是这个宝座上面呢 还有这个金子所做的钙 宝钙 那这个宝钙呢就是好像四边呢 都有这种琉璃来做这种他的这种支撑 然后由这种适者呢就帮他撑着这个盖子 然后还有这种扇 这个扇子呢是一种很柔软的这种羽毛 来做成的这个扇子 然后这个宝座的这个四周呢都散放的这个香 然后这个天空呢就是有天人也在散花 那四边周围呢都是有这种天月 那非常的就是月娥啦 那最主要的这个呢就是说 这位明治居士呢他在说法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令天人都高兴 所以就有这一些的这种音乐啦 宝箱啦 庙香啦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殊胜的一境界 那当时呢就听的人呢就有上万个人 他这边就说有十千眷属 就是一万 那应该就是一万以上的人呢就围绕着 这位明治居士呢就在听闻他在说法 这样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呢 都长相都非常的庄严 而且让人家看了呢都非常的喜悦 就等于是说这一些听闻明治居士的这个 这个这些眷属们呢 他们因为受到明治居士的教导啦 所以呢他们修学佛法都非常的精进 所以呢这个面貌都非常的庄严 所以呢这个是对于这一位明治居士 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指的是善才童子呢 他一去要参学的时候呢 他所看到的一个景象 所以说在经文里面呢 等于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铺牌 就是先介绍他看到的当时的这种 这个整个的大情况 然后呢再介绍善才童子呢 他见到明治居士呢 他就先顶礼 就顶礼其足 就是我们说的接触礼啦 然后呢再绕着明治居士呢 就无量扎 就是等于是心怀这一位明治居士的教导 他渴望明治居士对他做这样的一个开示 他要参学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种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佛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仪轨啊 实际上呢就是等于我们的学佛行仪啦 那就是说我们学佛行仪啊 不只是说我们了解佛法的这种道理 而是应该要落实在我们做人 还有呢我们的这种行为举止 是这样啊 所以说善才童子见到了明治居士呢 他先就顶礼 然后顶礼呢就落无量扎 这表示呢他心是很安定的 然后渴望这位明治居士的教导 所以不是说一下子就马上 说请问明治居士啊 那我要参学啊你赶快教我啊 不是这样子急急忙忙的 不是这样慌慌张张的不是这样啊 那是就是心里很安定的 然后心存这位明治居士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微妙的 所以我的师父上小校园法师啊 他是常常在讲经的时候啊 他是说实际上在经文里面呢 不是只有说佛法的这种毅理 才是我们所要学的 而是说里面的铺排里面的细节 实际上都是我们要去用心去体会的 所以他就说这个是经文里面的这种玄玄为了 很玄妙 他是很玄的玄之又玄 他说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要去体会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佛法是指的心法嘛 那我们要去学佛法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也要先要了解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心要安定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整整去体会佛法里面 一层一层的这种微妙意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过程呢 实际上也都是在对我们的一个教导 所以从善才同志呢 他见到明治居士 那么这么有礼 然后呢很这种安定的 又绕着这个明治居士 那么之后呢就合掌而立 所以这个礼节要做到 就是说这个要去求法 那么一定要是一种安定的 然后有符合这个礼节的 所以他就合掌站着之后呢 才再向明治居士表白 他就说圣者我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他先第一个就想说我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跟他之前呢 像所有的十三位的善知事啊 都说我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么在这里开始呢 第十四位开始呢 他就开始增加了 增加了这个内容 不只是说我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里呢就开始说我为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这里就表示说 善才同志参到第十四位啊 我们说他的功夫功力啊 越来越增高了 然后呢他对 所以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要利益一切众生 这样子的一种真实的这种内涵呢 他开始非常的了解了 所以呢这边的时候呢 他就很明确的说 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故 那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有哪一些呢 要怎么样的利益众生呢 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比较详细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没有用 我们之前啊 比较采用的这个截录本 我们这个里面呢 就看这个经文的本来的经文 那么他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内容呢 就是有十二项 第一项呢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出租苦难 故就是利益众生 就是要让众生能够出离苦难 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没有详细的列出来 有哪一些的苦难呢 可是呢 那既然是说让众生出离一切苦难 那应该是所有的苦难都算 那就是实质的生活的苦难 或者是心静的苦难 或者是在生死轮回的苦难 那这个只要是苦难 那应该都算在内 那第二项呢就是为另一切众生究竟安乐故 要令一切众生能够得到究竟安乐 就是真正的安乐 不是短暂的 也不是假的 不是暂时的 只是究竟的 那就是永远的安乐 就是没有苦 真的苦 出离以后 出离以后 还要能够真正得到安乐 为另一切众生出生死海固 这是第三项 就是让众生能够不再生死轮回 那当然就要让众生知道 知道我们在生死轮回之中 那知道我们在生死轮回之中的苦 然后要怎么样子能够处理 那这些呢就有包括要让众生知道 要修行而出离生死的方法 那第四呢就是为另一切众生住法宝周固 就是让众生要住在法宝之中 就是有佛法可依 这个等于是我们一般了解的 就金刚经说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这个住本身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 我们心的关注呢 要放在哪里 那这里呢就是说 让众生呢把生命 把心呢能够住在法宝上面 所以把法宝当作一个水中之州 所以释迦摩尼佛呢 他要入涅槃之前 也是告诉弟子们说 要以自为州 就是要依靠自己为州 就是世界上就是能够真正修行的 能够让我们自己出离生死 就是要靠自己修行 所以要以自为州 以自己为州 然后以法为州 以法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安住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标出了法宝为州 州就是那个水中之州 小州 因为这个就是特别有它的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在水里呢 那我们就是会被漂流 或是又浮又沉 这样子 那有这个州呢 至少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水中的沉溺的 这样子的危险 那第五项呢 他要利益众生呢 就是要为另一切众生 我们枯竭爱河 枯竭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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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爱河千尺浪 但是我们一般 不知道佛法 或是不知道真正我们生命的这种安定之道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爱恨 都是当作是生命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追求自己喜欢的那就是爱 那当有这种变化的时候呢 就由爱生恨 那所以我们就整个人呢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生命就耗在这个里面 所以叫做爱河千尺浪 实际上可以把人打翻了 那这种时候打翻就是我们就失去主宰了 我们以为生命就是要去追求 我们以为生命就是要爱啊恨啊这样子 那实际上这搞得自己真的是好像叫做魂魄失散 那真的是对不起自己 因为自己的生命应该是要自己要好好的安顿的 那不是说只是在这种情绪上面这样子翻滚而已 那所以说在翻滚中的这样子的爱河里面的众生是很痛苦的 所以要让众生的枯竭爱河 那这种爱河呢一般 我们也有听到一般人在讨论啊 就是说那佛教是不是就没有爱呢 不是这样子 佛教的爱呢就是还是要有这种对众生的关怀 那个时候叫慈悲 所以说转这种小我的这种追求贪爱为大爱 那所以有爱啊 所以也有人说那释迦摩尼佛还有没有情绪啊 如果人家打释迦摩尼佛一拳他会不会痛啊 当然会痛啊 只是他的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一般人如果被人家打了他就想要回他一拳啊 那释迦摩尼佛不是哦 这个是苦这个是我们有这种感受 这个是受的是苦的受 能够观这个受 而能够如实而知是这样 可是呢反过来还要悲悯这位打他的众生 因为他这样子呢 他也造了恶因恶果 那释迦摩尼佛呢就是还要为他呢 就是可能要忏悔啦 或是教导他啦 是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说学了佛法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来对照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种反应 那实际上真的不容易 第一个人家骂我们 第二个人家打我们 还有我们心里能够这么安静 没有去跟人家这种就是要回报 那反而呢还要可怜他 那悲悯他还教导他 那这个呢真的是要有大爱 所以这个就是爱 这个就是爱 所以这种爱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不是这样爱的你死我活啦 或是怎么样 非腻在一起不可啦 或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教导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说 哦原来呢 我们的情绪是可以调整的 那我们的这种爱呢 是可以转化的 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中间里面去学习 那学习了以后 我们转化了我们这样子的这种 执着的 这种小小的这种贪爱 那我们消除了以后呢 干枯了以后呢 那是没有这种执着的小爱 可是呢还是要保留一种 我们对整个的生命的关怀 是这样啊 对一切众生还不只是人 还有这一些众生 也都能够去体恤他们的这种苦 那这个就是爱啊 这真的就是大爱 所以就是慈悲 是以利益众生 然后呢 还要教导他能够处理 他的贪生吃的这种苦 是这样 那第六个呢 就是为令一切众生起大慈悲固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 让众生出离的这个爱 爱河的这样的一种 尖破以外呢 还要让他们呢 能够起大慈悲心 等于也是要让众生呢 能够做大菩萨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是佛菩萨度化众生呢 最终的教化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那我们求佛菩萨加持的时候呢 不是只有说 我能够脱离我的这种困境 而是说 那我们求佛菩萨 就我们脱离的困境呢 我们也要好好学佛法 我们也要转换自己 像佛菩萨一样这样子 那第七呢 为另一切众生舍离欲爱 那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跟第五项 另一切众生枯竭爱河 就是 是相对的 就是 可以配对的 就是 捨棄我们的欲爱 那就是更广 就是能够 我们 不只是 情绪的 爱的 而且是我们自己本身 对一切事情的这种 贪拙 都叫做欲爱 那第八呢 为另一切众生 可养佛智 又能够呢 追求佛法 能够开发我们自己的智慧 所以佛法呢 就是说的 这个智慧呢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 不是佛菩萨给我们的 可是呢 是佛菩萨教导 佛菩萨的引导 所以说 是要自己去发心 然后自己去修学 然后呢 自己开发出来 那在这个中间呢 我们 虽然是自己开发 自己成就的 可是呢 没有佛菩萨呢 我们还没办法自己成就 所以呢 我们在中国佛教的这个禅中 就是禅师 他要强调说 这个禅法呢 要开悟啊 就是要靠自己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禅师就是说 佛来佛展 摩来摩展 这是表示说 要自觉是要靠自己 可是这个里面呢 应该不是说 我们真的不尊重佛了 不是这样 而是说 独立自主的这种力量 要靠自己 是这样 那我们的智慧 也是要自己这样子 在这种 因缘法 还有种种的这些对境里面呢 我们真正能够看到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自主 然后怎么样子来对应 这个中间真的也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学习 所以佛法佛法 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我们赶快学习佛法 背名相 背道理 那么读经送经 那这个过程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这个过程以后要怎么样 那就是要自己真正把它用上来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用上来 碰到的事情 种种的这种抉择 我们没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造业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里面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学了佛以后 我们在做的决定 在做的业里面 我们希望就是减少恶业 能够增加善业 那这个里面就要有智慧 那乃至善业 我们也能够不执着 那就是清净业 是这样 所以说要让令一切众生 可养佛智 就是要能够追求佛的智慧 那也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开发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呢 也是要有这样的善知识的对象学习 所以佛菩萨是我们的大善知识 那第九呢 为另一切众生 出生死旷野故 所以这里呢 就跟第三 就是出生死海 也是 这两个是可以对照的 那第十呢 为另一切众生 乐诸佛功德故 就是佛的功德 乐诸佛功德 所以前面是佛智 然后这边是诸佛的功德 这个都是不同的层面 智慧 那是能够观察一切的这一些事物的真相 那功德呢 就是等于是在每一个过程里面所修整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成就的 所以叫做功德 那为另一切众生出三界成 这是第十一项 就是利益众生呢 让众生能够解脱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 那就等于是出离这个有违法了 那至少呢 就已经是正道阿罗汉或者是圆觉 那再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就是菩萨 那到最后就是成就佛果 所以能够出三界成就不堕这个诸佑 那第十二项呢 就是为另一切众生入一切智成故 就是能够成就一切智 那一切智呢 一般就是说有分为三种的就是一切智啊 然后道种智啊 一切种智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以一切智为知道一切法的这种空向啊 那如果是道种智呢 就是知道一切菩萨行啊 然后一切种智呢 就是能够成就佛果这样子的一种智慧 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是分成这三种的话 那一切智就是属于 比较了解空性的智慧 可是在这里呢 因为在华音经里面呢 这个一切智呢 就是总相来说 就已经算是佛智了 就是一切都骗智 像佛一样智慧 所以在华音经里面呢 就没有再分三个这种一切智啊 道种智啊 那一切道种智这样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在经文里面呢 就是善才童子跟这位明治居士呢 表白啊 那么他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呢 那么他有这十二项的 能够真正让众生离苦啊 然后得到究竟安乐啊 然后得到佛的智慧啊 佛的功德啊 离诸生死啊 这样的实质的利益众生啊 所以呢他为了利益众生 能够得到这一些啊 的这种益处呢 所以他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等于是说 是比照前面的几位三知事的时候呢 善才童子所说的 就大部分说我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样的前提呢 这里呢就已经有明确的内容了 就是他要利益众生 然后他怎么样利益众生 这里就有列了十二项 那前面说 没有包括的这些的内容 所以呢他就请教明智居士说 那我这样子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啊 不知道呢 菩萨应该怎么学菩萨行 不知道啊 菩萨应该怎么修菩萨道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说善才童子呢 他还是秉持的出发心啊 那实际上他的功夫功力呢 他的学习参学已经经过的十三位 他已经增长了很大的这个功夫了啦 那学习的这么多了嘛 所以他还是继续这样问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一个出发心是这样 而且在一个大菩萨前面大三知识前面呢 他也是要很谦虚的 他不能说我已经学了十三位了 那我已经学了多少了 那我现在要怎么样 他说回归到他原来的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我就是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该怎么行是这样 那这个呢也是针对的 我向一位大菩萨来 求法的时候呢 对这位大菩萨所修的菩萨行 我真的不会 所以这样子来体会的话呢 也是可以了解 就是说我们现在针对的善才童子 是面对的明治居士来说的 所以呢 他希望明治居士跟他教导他的菩萨行 所以他当然说那我怎么修呢 怎么学呢 那这个的菩萨道应该也是针对明治居士 要教导他的这个法门 是这样 那么 善才童子呢 他就最后呢还加了一句 也是之前经文所没有的 就是说那他应该怎么样子能够学菩萨行修菩萨道 才能够为一切众生做医子处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他相当有信心 他知道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 而且呢要能够成为一切众生做医子处 那这个呢就已经是有这种承担了 不是只是学一学而已啊 他学了以后真的是要让众生呢也可以向他学习 所以这里啊 就是在明治居士这里呢 就看到善才童子呢 他有进一步的这样的发挥了 所以就表示他的这种增长的境界 然后呢 这位明治长者呢 他就跟善才童子回答 他就回答说善哉善哉善男子 如难能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他说你真的是啊 这样子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啊 那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世人难得 他说真正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人呢 是很难得的 如果能够发心呢 那么这个人呢 则能求菩萨行 则能 慈欲善之士 恒无厌足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明治居士呢 他就回答善才童子啊 就是说 你真正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话呢 那么 紧接着呢 就有一些 这种作为 就等于是说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之后呢 还有哪一些确实的行为呢 第一个就是说 那么他就开始能够求菩萨行 他要知道 怎么样子去行 菩萨所行之道嘛 所以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或者我们简称说发心 那真正呢 那真正呢 也就是要去做菩萨 那有内容的 不是只是说了发心这样子 所以这个心 是要落实在菩萨心 要落实在菩萨所行的行处 那第二呢 就是说 能够执欲善之士 恒无厌足 这等于是说 他呢 就能够去 遇到善之士 那他的心呢 最主要的是 没有这种 好 就是说 好像生起那种厌倦 所以说 没有厌 或者是 没有足 就是 没有满足 所以他的心 不会说 那我到这里就好了 就等于是 他一直都是在 精进的 所以 不会疲倦 也不会 这个生 讨厌的这种厌倦心 也不会觉得有满足 那第三呢 就是他能够 清净善之士 恒无牢倦 就 始终都是 清净善之士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 好像善 财童子一样 他始终要去 清净善之士 那么 完全呢 都没有这种 疲劳 厌倦 那这个地方是供养善之士 那第五呢 就能够 给事 给就是 供给 这个善之士所需要 然后 事呢 就是服事 就等于是 帮善之士做工作 不生忧气 不生忧气 不会觉得 这个 忧悲苦恼啊 生 这种 烦恼心啊 就是 等于是 帮善之士做工作 那第六呢 就是求密善之士终不退转 就是 能够 一直去找善之士 所以求密呢 就等于是说 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去找 而不退转 那第七呢 爱念善之士终不放舍 就是爱念 你看这个也是爱啊 可是这个心呢 是爱慕 那么 心心念念 都是怀着善之士 那心呢 终不放舍 不会 就是 忘记 善之士的教导 那第八呢 成士 善之士 无暂休息 成士 这个成呢 就是承接 那事情的事 承接 就是说 善之士教导他 做什么事 或是 是怎么样的 叫化 那么他就 接下来 真正实际去做 叫做成士 所以 这个叫做成士供养 就是按照善之士所教导的去做 这个本身就是供养 也是一种经济 那能够 这样子去成士呢 而 无暂休息 就不会有想要休息停顿 所以这个 都是大菩萨的境界 没有 没有这种 这种 休息 没有这种间断 所以叫做 无厌足 没有奴 劳 也没有脾屑 那这些呢 都是表示 精进 努力 学习 那第九呢 就是沾仰善之士 无实 气子 气就是修习的那个气 啊 就是说 能够去 跟善之士学习啊 沾仰 就是对善之士的那种仰慕的心 没有停止 那第十呢 行善之士教 未曾怠斗 这边是 把善之士的教导呢 都是 始终去实行 不会去停 啊 停顿 那第十一呢 丙善之士心 无有勿施 所以说 在学习善之士的教导的时候呢 能够真正了解善之士的这种 啊 教导的心 就是他秉持着善之士的这种 他的修行 还有他要能够成就的这样的一个 心愿啊 啊 那没有勿施 不会 勿解 也不会 啊 就是错失 善之士 他真正的心意 那善之士的心意就是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然后利益众生这样的心 所以 等于是说 心心跟 这个善之士是 能够祈福的 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 明治居士呢 先赞叹 善才同志 然后呢 也提出来说 如果真正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那么对善之士呢 基本上就是要有这一些的这种 向往 学习 然后接受教化 这样的一种 心这样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明治居士呢 他就告诉了善才同志这些呢 他就问善才同志 他就说 那你看到了我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台 这个四周的这一些的这个众人了吗 他说 鲁见我此众慧人吗 他说你看到我这一些的这一些 这么多的这一些人吗 善才同志 他说是啊 我已经见到了 那么明治居士呢就告诉善才同志说 那善才是你要知道 我已经让这一些人啊 都已经呢 发了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明治居士呢 要开始告诉善才同志 就是说 他所教导的这一些人啊 他们已经发了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了 那么他是怎么教导他们的 所以下面呢 就是等于是明治居士呢 他就是接着要 讲这一些人啊 所学习的内容 那实际上也就是在讲的时候呢 就是在教导善才同志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留在下面一个单元在介绍啊 那目前我们先介绍的明治居士呢 他跟善才同志两个人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那先到这里做一个段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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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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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准许弟子下山 化缘灯油灯心 点灯供养佛陀 为师答应你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这七日七夜佛灯不能灭掉 灯油灯心一定要充足 师父放心吧 你 你不是那个 那个 对 婆婆 我就是那个讨饭的小乞丐 你为什么要来化缘供养佛陀呢 正因我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已知今生贫穷卑贱 现在遇到如此殊胜姻缘 一定要种下福德 所以愿以此点灯功德 遣除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 好 你等一下 就这么多了 谢谢婆婆 愿您永远喜悦吉祥 童子就这样 连续几日 往返于山上山下 顾不得疲累 终于在佛际僧众到来前 化得七天七夜的灯油 怎么现在才回来 马上就要迎接佛际僧众了 这个交给我吧 你看你浑身脏兮兮的 快去洗浴干净 快去洗浴干净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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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如来加持童子 令其火光彻夜长眠 而他的头却不受损伤 而童子一心专注于佛法之意 心无杂念 如是安住七日 无有一点懈怠疲倦的念头 于是佛为童子授记 过无数节 如当成佛 浩然灯 我尽肩膀皆有光明 将教导拯救众生 获得解脱功德无量 佛陀 可否为弟子授记 待童子成佛之时 他会为你授记成佛 这位范智 就是释迦摩尼佛 过去久远 二阿僧 其九十一节 太子阿黎密罗出生时 身边一切光明如灯 鼓起名燃灯 后来国王登圣灵命中时 将国政嘱托给太子 太子深知世间无常 将王位转授其地 自己出家修行 日日日燃灯 日日燃灯 供养佛 当时有佛名宝记如来 借阿黎密罗颇具佛信 乃为其授记 欲记起将来成佛 明定光如来 亦称燃灯 点灯功德 获得八种无量资量 一 得无量正念资量 二 得无量大智资量 三 得无量信心资量 四 得无量精进资量 五 得无量大会资量 六 得无量三昧资量 七 得无量变财资量 八 得无量福德资量 有地区 也不可能 谢谢你 收到 三昶资量 一 在 天